有民众向花莲县文化局申请 将花莲市左仓公墓火葬场的设施 以及私人刘永玲家族木塔 登陆为历史建筑 而这两项提案在20号的晚间 国庆里里民大会当中 遭到压倒性的反对 国庆里长林群尚表示 希望借由里民决议 让文化工作者听到地方的心声 国庆里不需要阻碍发展的历史建物 离民激烈的争取发言 就是因为有民众向文化局申请 要将花莲市左仓公墓火葬场设施 及私人刘永玲家族木塔登陆为历史建筑 造成当地里民极大反弹 因此国庆里长林群尚在20号晚间 就召集里民一同来到 四位高中同心堂办理里民大会 希望能让文化工作者 更直接的听见地方心声 如果在这个文资审议过程里面 如果让他通过的话 以国庆里里民来说的话 对国庆里里民来讲 是相当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里民们判了30多年的一个情况之下 希望能够将左仓公墓积极的退化为 左仓运动公园 增加里民的一个休闲活动 也希望让里民的一个绿化空间 跟休闲的场地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 市容卫家先也表示 感谢文化局派员来听取 所有里民的心声与想法 互联市公所的立场 是希望争取更多经费 将左仓活化 也期盼里民的心声能在文芝省议的会议中 获得更多支持 希望未来这个地方 能够因为公所争取到非常多的建设预算 能够逐步逐步的把它过去公墓的印象 改变成公园的印象 那也逐步能够让这附近的民众 摆脱过去的一个阴影 能够逐步变成一个活化的公园 但是碍于有一些行物设施 造成这边的一个发展受到的限制 那也不利于公所在争取相关预算执行的时候 也会碰到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 藉由里民大会听取里民的声音之后 能够让文化局了解到民众的想法跟心声 那我们希望未来整体的发展 都能够按照我们所规划的预期下去 逐步逐步的能够把左仓公园建制完成 里民大会最后进行表决 结果全场将近300位里民 都反对将火葬场及私人塔木列为历史建筑 并要求政府即刻拆除 也有里民手持布条 反映当地强烈的不满心声 至于火葬场设施不论是异地保存或是拆迁 市长为嘉宪表示 公所都会给予尊重 期盼活化后的左仓公园 可以符合花莲市民共同的期待 记者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